各位好,我是联合大学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跟各位介绍所谓的浓差过电位 这个浓差过电位就是因为电极表面跟在电解液溶液里面 它的浓度有差异而造成这个电极电位的变化 我们叫做浓差过电位 这个浓差过电位呢,通常都是因为它物质,活性物质在表面的扩散 这个所造成的一个变化 我们这边呢,我们用个铜电镀制成来看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一个couple plate铜的电镀制成 这是电镀的那个电极 那这个浓进在一个含铜离子的溶液里面 那这个铜离子呢,在这溶液里面都非常的均匀 任何地方都有一样的浓度 但是当我一开始通电的时候 这个时候表面呢,铜就会沉积在这个电极表面上面 而使得在这电极表面上的铜离子浓度呢,就降下来 因为铜离子被消耗掉,变成铜沉积在这电极表面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的溶液里面的铜离子浓度会比电极表面的浓度还要高 这就会产生从高浓度的地方,向低浓度的地方扩散 补充这个铜离子,这就扩散数率在这个地方 那它到底扩散数率多快? 这就是我们那个扩散数率 那在溶流电池来讲的话,也有类似的现象,也有扩散 在这溶流电池里面,它的电极是一个多孔的碳粘,碳子或碳布 然后呢,这边是它的flow channel 这个液体呢,从这边这样流过去 这边那个含繁的液体流过去 那在这边呢,碰到这多孔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繁离子就会这样慢慢扩散过来 那跟这个地方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 这个多孔的电极呢,它不单只是它要扩散过来 它同时也会起电化学反应,把这个繁离子呢消耗掉 也就是说,从这个flow channel,这个流到这边 扩散过来的繁离子,它一边扩散过来,一边被消耗掉 所以到这边浓度会变得更低 不像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溶液里面 它纯粹只是从浓度高的地方扩散到浓度低 它没有任何电化学反应 只是在这个地方,它会起电化学反应 而这个地方是,它一边扩散过来 一边是因为多孔的电极呢,把它消耗掉 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它是隔离膜 那这边可能是另外一个电极在这边 我们只考虑单一个电极 它这厚度大概是1到6mm的厚度 另外一个情形,就像PEM燃料电池 那个知识交换膜燃料电池 那这个知识交换膜燃料电池呢 它这边也是流到flow channel 这边那个空气呢,是从流到这边很快速的通过去 那空气中的氧呢 它就会透过这个diffusion layer呢 慢慢扩散过来 扩散过来以后 然后到这个触媒层,cathletous layer 然后才是跟它进行氧化源反应 把氧气消耗掉 那这个地方呢,它也是多孔的 这个是碳子或是碳布这些东西 所以说它呢,提供了导电的途径 但是氧呢,却透过这个碳子这边的孔隙呢 慢慢扩散过来 跟这个地方多孔材料类似 但是这个地方它会起电话学反应 这个地方是纯粹只是让它扩散过来 一直到的触媒层这个地方 它才氧才会进行反应 像这个,这边的氧电池一样 一边扩散过来,一边被消耗掉 那它的厚度目前来讲 大概都是在350个微米 这个呢,大概是在1到6个millimeter 这个看设计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它的扩散成厚度呢 可能在1mm 那要看说这边容易的搅拌的现象 那这个扩散速率呢 我们通常呢 都可以用电话学反应速率来看 因为这扩散过来 如果在稳定状况下 这边扩散过来的速率 就等于这边表面消耗掉的速率 就像这个地方你扩散过来的速率 等于在这个上面它消耗掉的速率 我们可以用电话学电流密度来代表 那这扩散速率呢 跟它的扩散的那个浓差有关系 也就在这个表面上 这边的bulk的浓度 像这边bulk的浓度 跟它电极表面上 电极表面上的浓度 有这个surface concentration 在electric surface上 它们这些浓差有关系 成正比 这个浓差越大 但它扩散速率就越快 还有一个是跟它的扩散层的厚度 这扩散层厚度就在这边有浓差的变化 或是这边的从这个地方到这边 它扩散层的厚度有关系 那它最近的比例常数 我们叫做diffusivity 就是扩散 扩散系数 在这边 diffusivity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速度其实我们就知道 跟它浓差有关系 还有跟它的扩散层的厚度 还有这个扩散系数 成正比 这样子 有这些关系 有这关系以后呢 我们就看 那个电极 电位的 因为这些浓差的变化 而造成电极电位的变化 是怎么样子 那这扩散速率方程式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它的表面上的浓度的变化来解释 也就在这边呢 我们这个浓度 我们对这个x轴做图 这x轴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这边是电解液 这个叫做电解液 在x等于0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就是电极的表面 这边是电解液里面 那这个或是探战里面 它的一些浓度的变化 当它在平衡状况 phi等于0的时候 在phi等于0的时候 那它没有任何电化学反应 所以任何位置 它的浓度 都是跟在buck里面一样 cb一样 浓度没有再变化 但是我现在开始抽电流 开始进行电化学反应的时候 phi0呢 变成phi1 这个时候呢 在电解表面上 它浓度呢 被消耗掉 所以浓度就掉下来 那浓度掉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的反应物质呢 就会补给给它 那往这边扩散过去 它自己浓度也会掉下来 这样子它慢慢 把这个蔓延出去 那当我这个电极电位 再从phi1 变成phi2的时候 变成phi2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的那个电极电位呢 就更继续掉下去 然后到phi3的时候 那个电极 那个浓度变化呢 就更大 到这个地方 随着这个电极电位 从0 phi1 phi2 phi3这样子 电极电位变化的时候 它反应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表面的浓度 这个surface concentration 在X0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的浓度掉得越快 然后这个时候 它一直给它补给 如果说这个地方的搅拌 一直在这边 所以只要超过这个位置 它的搅拌很均匀 只有在这个接近电极表面上 这一点点 一两个mm的地方呢 它有这个浓度的变化 那这个有浓度变化的 这个厚度呢 我们叫做扩散层的厚度 Delta 就Diffusion Layer Thickness 那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用 它的这个地方 它反应速率呢 跟它电位的变化 随着不同的电位 它的电流变化 它有这样子的曲线 那这个曲线呢 我们可以用方程式来表示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反应速 电化学反应速率 等于是它扩散的速率 因为在任何一个稳定状况下 你在扩散过来多少 我跟我在电极表面 把它消耗掉多少 它的反应速率是一样的 那它扩散的速率 我们可以上前面讲的 等于是这个方程式 那它电化学反应速率呢 我们用前面所讲的 Tuffle Equation来代表 Tuffle Equation来代表 那这边的Delta呢 就是Diffusion Lens 就是在这边点心 就是Diffusion Lens 当我这个地方的变化 这个电极电位呢 离开它 偏离开它的 那个电位的时候 平衡电位的时候 这反应速率就变快 然后这个时候 它浓度呢 浓差就开始有 有变化 这个变得比较小 所以这边它 随着它这个电位 变化越大 这边的浓差越大 所以它这个电流 就越大 在这边 所以我们看 在平衡的时候 Phi0的时候 它表面上浓度 没有任何变化 因为它的电流 等于0 它在平衡状况下面 随着我这个电位呢 开始变化 到Phi1的时候 它这个电流 开始增加 所以我在电极表面上 它浓度呢 就掉下来 因为它开始 有电化学反应 把它消耗掉 到Phi2的时候 它电流变得越大 所以它的浓度呢 就掉得越多 在这个地方 到Phi3 一个特别的状况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反应速率 变得非常的快 只要我这个东西 一扩散到 电极表面 我马上把它消耗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电极电位 再继续变化 变到Phi4 Phi5 再继续变化 它都不会再动了 为什么呢 整个这边的反应速率 已经被直传所控制 我这电话学 反应速率 可以非常的快 可是整个受限于 在这个地方的扩散速率 从这个数学事实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这边的PhiS 已经趋近零了 你不可能变成负的 所以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再增加 再变大 在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就达到 所谓的 Mars Transfer Limiting Current 这个地方 在这个电流上面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等于是 它的Mars Transfer Limiting Current 那这Mars Transfer Limiting Current呢 就是这个浓度 等于零的时候 浓度等于零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 它的直传极限电流呢 就可以写成像这样子的 关系式 它直接跟你Bulk浓度有关系 还有它Diffusion Layer Thickness 有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在 已经达到这个时候 你要再增加 它的电流的话 唯一的话就是 你把改变它的浓度 或是增加 它搅拌速率 你搅拌速率增加的话呢 它的Delta变得越小 就是扩散成的厚度 变得越薄 那这个地方变越小的时候 这边就会增加 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这个Mars Transfer Limiting Current 它可以知道说 Limiting Current跟它Bulk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有些时候呢 也会直接来测量它的Limiting Current 直接可以计算说 它这个里面的Bulk Concentration是多少 其实我们可以有的电话学分析师 利用这个方式来做的 接下去我们就 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 那扩散速率方程式 那Limiting Current Density Mars Transfer Limiting Current Density 的方程式已经导出来了 接下去我们就看 这个电压损失 因为浓差所造成的电压损失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浓差所造成的电压损失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事实来代表 也就是说 这个假计 我们一般的反应速率 它电极表面的电位 它等于是说 在它Bulk里面 整整电解液里面的浓度 但实际上电极表面上 它说感受到的是 它表面的浓度 就是Surface Concentration 所以它们之间呢 有这样浓差的一些关系 在这边 所以实际上 真正电极表面的浓度 应该在这个 电极电位应该在这边 因为跟它表面浓度有关系 它们之间所造成的浓差呢 就是跟它浓度 所造成的电压的变化呢 就是跟它浓差有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写 那这个点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Nurse Equation 那我们知道前面 我们从这边呢 它的浓差呢 造成了电压的损失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程式来代表 那这边呢 这个Bug跟Surface Concentration 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从它的 那个浓差跟速率方程式来看 扩散速率方程式 那这个 它的扩散速率呢 我们可以用电化学的电流来代表 这个等于是在CB减去CS 但在极限的时候 就CS趋近0的时候 变成所谓的直传极限电流 Must Transfer Limiting Current在这边 那如果说这两个方程式 我这两个相除的话 那就会把NFD Delta把它消掉 而得到这样子一个关系 所以说这个I除上IL呢 就完全是跟 就跟它浓度有关系 CP跟CS的关系 把这个关系呢 带到这里面去 可以求出来 这个相除点是E减去CS over CB 所以把这个带到这里面 CP over CS的话 我就会得到这样子一个浓差 浓差的那个过电位呢 跟它的电流之间的关系 在这边 那这个呢 我们把这个浓差过电位 跟电流密度来画图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类似 像这样子一个关系 这个是浓差过电位 就是电压损失 跟它电流 它的特性是 当然是随着它电流越大时候 这浓差过电位 或电压损失就越来越大 但是它的特点是 到某个特定的位置 很接近的时候 它这会突然的飙上去 变得无限大 因为这个地方 它已经接近到 Limiting Current 当I等于是IL的时候 非常接近的时候 这个趋近于0 这个趋近于0的时候 这个就变得无限大 所以它这个浓差过电位呢 它会到 接近到Limiting Current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是无限大 这个所以说在很多电池 你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它电压会瞬间的 变得非常的低 那这个都是因为它浓差过电位 它反应物质来不及到电极表面上 造成电压损失 使得它电压一下掉下来 所以从这边呢 这个重点是 在这里面呢 主要是让各位知道 那在各种不同的电化学反应系统 不管是电镀 一流电池 或燃料电池 它都有活性物质 要扩散到电极表面上的 这些扩散的问题 扩散的这些现象 那这扩散的速度呢 我们可以用扩散方程式来代表 它跟它的浓度的差异 在Bulk里面跟Surface之间 电极表面 它们之间的差异 还有Diffusion Lens Diffusivity都有关系 那在它极限的 它这个整个受到控制的话 这整个这个程序 受到控制就是所谓的极限电流 那这个极限电流呢 就是说整个反应来讲 是受到它这个扩散速率所限制住的 那我们叫做直传极限电流 Mars Transfer Limiting Current 那这个的话跟它浓度 跟它的那个扩散层的厚度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 从Nurse Equation我们知道 电极的电位呢 跟它的浓度有关系 一般的电 我们前面所计算 都假设它的浓度都是在Bulk里面 实际上在扩散 真正电极表面上 所感觉到的这个活性物质浓度 其实是Surface的浓度 而不是Bulk里面的浓度 那这边的差异就是 浓差所造成的 扩散所造成的 那这边的电压损失 就叫做浓差 过电位 或是浓差所造成的电压损失 那这边的电压损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